大家好,又是我Po76的小室 今天在我们的Studio房里 就跟大家开箱 今年Sony的一个最奇艦的OLED电视 A8H 65寸的型号 在我们这里做过率先开箱 这部机器其实有很多朋友 都有考虑能否入手 因为今年A8H的OLED 应该都是它们最奇艦的一部OLED电视 究竟它有什么特别 还有在外形或是画质的声音上 又会有什么分数呢? 提提是你 如果未订阅我们的频道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按下小铃铛 另外可以订阅Facebook和赞订我们 好了,跟大家看看这部A8H 65寸的外箱 其实箱子都是一贯地简洁的 看到它是4G HDR的型号 另外最重要的是X1 Ultimate的影像处理晶片 或者是否漂亮就全靠它 另外就有Pixel Contrast Booster功能 这个是OLED才有的 因为它是可以用它的芯片 它将每一粒的进数点爆发出来 另外就是Android TV 它是一个9.0系统 这个盒子就这么简洁了 不如跟大家开箱看看它的真身 先看看 看到这里有只脚 这里也有一只 一对脚 如果大家记得 在CES的时候 都看过Sony这个新电视 它这次新电视的脚很鬼马 你可以平放 放下整个画面 在桌上也可以 或者将脚升高 可以放下三巴 也可以 这个新的设计 今次套用在A8H 接着还有这些 遥控器 电源线 以及一些教学 那些东西 玩得很快 我们就开箱了 把电视放在桌面上 大家就会看到 刚才我所说的 安装脚的方法 我们就用了 就是放在桌上的 一个贴桌式的方法 另外一种组装 就可以将脚升起 就可以放在三巴上去 这两种方法 大家到买这部相机的时候 就可以和师傅说 你想要哪一只座桌安装 我们就看看背面的进入位置 这个就是A8H的中心位置 而进入方面 我们就会看到 这里有一个video in 接着这个就是耳筒的输出 两个的USB端子 和HDMI1都在 这部A8H 就会有四个HDMI 另外三个HDMI 就会在电视机的下方 234做放的这个位置 而三个位置就是EARC的位置 如果大家看这个村流平台 有这个度比ATMOS的效果 它就可以通过这个2HD的音效 就会将ATMOS的效果 回输回到这个Port 所以如果大家拼搏AVM 或者三巴 都可以拼搏HDMI3的位置 接着另外 就会有一个USB的输入 另外就会有一个光纤的输出 以及这个线线的输入 接着就是天线的位置 电源的位置 是一个IEC的插头 另外这部A8H 是一部OLED的电视 所以Sony也会将它 最沙家的Acoustic Surface Audio 放入这部电视 这部A8H的规格 首先它是用上这个X-1 插头的电视机 后方的左右两个 另外还会有两个低音 放在下方 在这个情况下 可以经由OLED的面板 将声音由面板的中央 发放出来 当大家看电视机的时候 对白就会感觉到 画面上飞出来 好 和大家分享这部A8H的规格 首先它是用上X-1 Ultimate 最强影像处理晶片 里面包括了Dial Database Processing 和Object Base Super Resolution 再加上Pixel Contrast Booster 动态对比度的优化技术 令画质可以做得更好 而HDR也有重新偏录的技术 叫Super Beat Mapping 可以令到每件物件的材质 都可以有一个真实度 可以加入 支援HDR10 HLG 以及Dulby Vision的技术 而看Netflix方面 它就有自家的Netflix教阵模式 在看Netflix的效果 就可以做得更加原汁完美 如果你是喜欢调校的话 这个Kalman的自定功能 亦都可以给你 跟上它的设计 用Kalman的软件 去调校最精准的色彩 电视机当然用来看电视 所以我们现在在Studio 添置了一部Magic TV的10000D 然后用Kalman的HDMI 连接到A8H的HDMI4 但我们不想Magic TV帮我做声频 我将它的解像度 介绍1080p 50Hz 所以就模拟我们在家看电视的状态 现在我们在看电视的一场 欧联足球赛事 荷兰对意大利 我当年也很喜欢荷兰 这个高歌过来 音乐比较鼓滑 它就得着 阿慧特曼 分开你 它知道自己做什么 要因事 橙色衣服 其实在OLED电视上 有挺不错的表现 尤其是草地绿色 和橙色对比度 比较高的颜色 其实在OLED电视上 最初我用这个标准模式去看 我觉得颜色是夸张一点的 尤其是橙色位 其实那个锐利度 我自己觉得是非常夸张的 所以其实如果大家看电视的话 我都会建议在标准的模式里面 可以再做一点的调节 比如说 画质上面 我先会将它的亮度 就减了一点点的 那本身这个亮度 其实它正常来说 是会推到最尽的 那我就将它减到45 那接着对比度 就去设定到90 那另外呢 在那个颜色上面 那颜色上面 那颜色上面 不知为什么 现在Sony Default的电视机 就是标准一回到来 那颜色是十分之高的 去到60 那我刚刚就较到51 这个位置 颜色就会相对比较上 我觉得是一个自然的颜色 而且色温转做暖色来说 就可以更加 在光位来说 不会是一个很白 而且很冷的白色 有个刺眼感 令到眼睛的画面更加舒服 那这个设定呢 其实除了我刚才看足球之外 其实我看过ViuTV的节目 例如旅行的节目 或者是那个贴身36的节目 那其实出来的效果 我觉得都是相对比较舒服自然的 当然它自己本身Default的标准模式 其实都不太差 但我建议大家轻轻调 就已经非常不错 那试完电视机呢 我就会跟大家再试 这个4K UHD 和Netflix 我们现在先看这个4K UHD 的效果 所以 我刚才看过好几套电影 包括4K60P的双子任务 然后有John Wick第三集 接着就是这一套Passenger 这三套的画面 我主要是找到一些比较真实现况的4K电影 例如双子任务 我特意试试4K60P的流畅度 而且因为它有些场合 黑位是非常夸张地黑的 所以譬如说三四个主角在车里面聊天的环节 其实它那个黑色的位置是非常大的 而且他们夜间作战来说 在画面上一个超黑的环境 再加上很多不同窗户的炮光 在这个情况下 其实在OLED的面板上 是完全可以表达到那种电影感 尤其是4K60P在画面的流畅度 在看相似任务来说 也流畅到是很假的 就是人们一走出来被人吹的时候 就会觉得很笨 等了一会被人吹都不还击 另外比较上印象深合就是现在这一套Passenger 这一幕其实我特意找到这个女主角 Jellifer Lawrence它在水里面无重状态之下 就有些预压的情况 首先我们看到那些水 虽然水我们知道是CG 但是在这个65吋这么大的OLED画面来说 我们刚才关掉的灯看了 两条黑边是完全看不到有任何的光影 我们的画面只是在这个21-9的状态之下 整个画面的投入感是非常非常之好 尤其是最后水掉下来的时候 就是现在这一幕 那个水打下来的时候 虽然我坐的位置都有五六尺 但是我也有一种真的好像飘出来的感觉 而且最棒的一个位置是什么呢 最棒的一个位置就是 其实我是没有调整过任何设定的 我只是将画写模式调整到电影模式 接着我就开始看了 在这个情况下我觉得 这部A8H在画质上 我觉得大家如果是一个电影迷来说 是绝对不需要挑剔 而且需要调整的东西也不多 所以大家看起来说 这部A8H是非常之放心的 最后我们当然会和大家试上Netflix 现在找一套Netflix和大家试试 Netflix来说 在Sony电视上 有一个非常之有用的功能 就叫Netflix的模式 一些电影在Netflix的时候 其实它会将一些Data save在Netflix上 除了画面的Data之外 其实它整个的原素材 其实都会进入Netflix的Database 变成了 其实导演或者电影出来的时候 那些光暗位 Netflix是完全掌握了 Netflix在这个数据的时候 就会交给Sony电视机 用它的Netflix模式 就可以得出 如果导演真正正出到的光暗位 应该是哪个位置 这部电视都会知道的 这个才是Netflix模式的精要 所以这个Netflix模式 我自己都建议 如果大家在这个色灯的环境下 或者在一个比较黏暗的环境下 其实都应该要开 测试的时候 我们特意把Studio中间的灯关掉 留下左右 旁边两盏灯 其实就模仿 像大家在家看电视 那这个模式 有时大家可能会觉得 我都开不了 为什么 因为呢 其实我们要进入 这个声音与显示里面 在画质这个位置 是要开这个Netflix的校正模式 那你开了这个Netflix的校正模式 之后 你就只可以用Netflix的模式 去看Netflix的影片 那如果你关了的话 你就可以用平时这样 你有Dulby Vision的模式 或者有电影模式 其他模式 才可以在Netflix的影片上 所以如果大家 买了这个A8H的时候 其实我都非常建议 大家看Netflix的时候 试一下用Netflix模式 看看你自己觉得 是否适合你看 也都因为这样 所以刚才我们看这一套 黑镜的时候 有一些很多光暗的位置 譬如说他们两个主角 在家里聊天的时候 其实非常暗的 然后去到这些光亮的打架 的场面来说 这个光暗的对比度 我觉得它做得非常之好 而且一个好的画质 其实Netflix够高 是用来做什么的呢 在一些很光亮的情况下 你在家里 认识看 你都不会觉得黏眼 这些光亮的光亮 是对的 这些素质够高 才可以做到的 所以我看到 A8H的光亮面板 应该比上一代 差不多 或者可能高一点 也不一定 但你问我 我就这样看 光亮的舒服度 我觉得是非常满意的 所以这个Netflix模式 如果你是看Netflix的朋友 这个Netflix模式 大家记得要打开 这部A8H 还有一个功能 就是支援Apple HomeKit 和AirPlay 2 我手上有iPad 里面有Apple TV 我之前下载的4K电影 我现在试试用AirPlay 2的方法 把它串到电视机 看看是否正常 我在iPad 挑选Sony 65吋A8H 现在它会彈来这一边 巨星的诞生 这是Star Is Born 我看回 它是吃到这个 道比的视觉明亮和柔和 即是说 基本上 它已经可以 用AirPlay 2的方式 经过Network 将电影 摆到电视机 而且支援道比vision 所以大家如果是App 好的迷就不用担心 这部A8H 我们今天玩了一个下午 有很多不同的情况 试过 熄灯也有看过 开灯也有看过 也有了解过不同的端子输入设定 它也需要在HDMI 设定Enhance Mode 即是增强模式 令到对应最强的4K60P 但现在它又聪明了 当你帮一部设计上去 它已经会立即彈出来问你 你的设计是什么机 需要不需要开简单的功能 它都会一步一步带你去做 我觉得是方便和贴心的 而电视机 我自己会觉得 它是一部非常电影向的电视机 它在支援4KUHD上 其实是非常充足的 包括有HDR10和导比vision 而导比vision也有两个MORE 给大家设定 画质上真的没有东西可以挑剔 尤其是看Blue Ray Netflix 我觉得也是满意的 而看电视方面 只需要少少调调 就已经可以得出一个舒服自然的画质 说到这个舒服自然 其实Sony电视画面上来说 一向大家最向往的 除了它是日本品牌之外 绝对是它对画质那种自然的 厌丽的色彩 市场上有很多不同的电视机品牌 其实有些你可能买回去 你都需要做一定的调调 才可以得到一个合心的口味的画质 但是Sony电视永远都可以 给人用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 用一个很容易就可以设定 一个比较自己舒服自然的画质 这是它的取胜之处 而这部A8H 其实在今年来说 应该都是最奇艰的OLED 如果大家是一个看电影 比率比较高的朋友 这部电视机 我绝对推介给大家 去亲身试试或者入手 最后有很多版友都要问我 今年Sony会不会有A9系列推出 现在暂时来说消息得知 其实这部A8H 已经是它们最奇艰的一个模特 而这部A8H 其实跟A9系列有什么分别呢 主要就是少了Mazda Series的称号 以及没有了中置喇叭模式 中置喇叭模式 即是可以将AVM的中置喇叭 插入电视机 由电视机变成中置喇叭 发声这个功能 如果大家家已经有Soundbar 或者有AVM 已经有中置喇叭 其实也不需要担心 而且今次A8H 其实脚这么贴心地 可以让你升高或者放低 大家在放在喇叭上 都容易弄了很多 这部电视机究竟在你心目中 觉得值不值得入手 我相信就要你去看过才知道 看完之后 也可以在留言告诉我 你的意见和感觉 当然我们的Forum 也会有很多师兄 如果大家喜欢这条片 请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再按一下小铃 好东西就会通知教细看